炼毒分子将炼毒工厂设置在隐蔽的森林中 依旧难逃法网 南美洲玻利维亚反毒机构发火 销毁了一个设立在圣克鲁斯的森林里的 可卡因炼毒室 这个炼毒室每一个月 可以生产400到500公斤的毒品 当局估计这起行动将有效阻断 贩毒集团大约80万美元 超过370万令吉的财富链 突击行动是在上个月28号展开 执法单位在丛林搜查近6个小时后 才成功找到毒驴的大本营 为了掩人耳目 不法分子特意将炼毒场 设立在靠近皮莱河人烟稀少的丛林区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